西马半岛气候热哄哄 气象局向半岛10个地区发出黄色高温预警 大部分集中在北马一带 这些地方最高温度达到雪氏37度 气象局引述截至下午4点半的气温数据发布警告 涉及的地点包括玻璃市 吉达的哥达士达 本铜和巴东德兰 霹雳的上霹雳县和刮拉江沙 以及彭亨 牢雾 居住在这些地方的居民都要小心 高温天气 黄色高温预警 意味着接下来至少三天内 温度都会徘徊在摄氏35到37度